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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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貓馬 我們今天來拍一點不太一樣的 那這個東西呢是目前想推的一個小東西 但是不見得真的一定要去造作 看到標題應該已經很清楚知道 就是關於高雷基台 有些地方的案子還是很容易壞掉 那包含的貓馬其實在苗栗繼續上升的比較長大的時候 以前也是容易壞掉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今天上升的一個小巧思 好不好各位 那各店家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那給各位看完之後記得一定要看到後面部分說明的部分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也是保護店家的部分 好不好各位 那我們就出發囉 GO 好各位 現在看到的是這個畫面 老實講 左邊的按鈕已經壞掉直升右邊 那我們平常的方式 就是像這個方式輕輕的按 那這個方式其實有時候小朋友會上下拍打大力的部分 比較容易會造成機台壞掉 那目前 就是我前面所說的 上升的這個方式 可以幫助小孩控制力道 然後又可以減緩機台 所以我們來參考一下這個 狀況 好不好各位 那我們就轉換另外一個畫面囉 好 再來就是我們現在這個畫面 各位已經看到這是我們上升機台的部分 還有圍了兩個圈圈 看我往上拍 是壓不到按鈕的 那你可以靠著 手指分下去 地方下去 直接用壓的部分 這等於只有手指動 這個其實可以訓練小朋友 非常輕鬆的按 大能也是 那我後面還會示範說 如果你真的覺得不太習慣 你也可以拿卡片輕輕去壓的動作 就像我準備拿了一隻雞壓器 這樣子壓 輕輕的壓 也是非常有效的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